消防署百姓各二分人員宿舍對開的備車處 每天下午都熱鬧非常 本部發現有運載漁獲的貨車 每天都準時在紀律部隊宿舍對開賣海鮮 在宿舍補出的家長都會趁著接放學時順便購買 不過即使那架賣魚車禁張揚違法通街賣 食環署的人員也見到但捉不到 而今個星期二為例 記者直擊非法賣魚車剛剛停泊在路邊做生意 不到十分鐘一架印有食環署置養的車輛便洗近 非常警覺的當主便已迅速跳上車踩有走軌 等食環署人員下車時流動賣魚車便已絕沉而去 當食環署車輛駛離現場大約半小時 走軌的流動賣魚車又再接返 從新停泊在上紙繼續擺賣 法例規定除非另有食環署簽署的小販牌照 否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街道上販賣 另外除非獲得處長的書面允許 否則任何人亦不得出售限制出售的食物 例如鮮魚等為者可被檢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